今天要進到逆跟壓力的課程 我們上學期在針對第五冊的部分講一些 第五冊的部分其實很多都用到逆學的概念 但是其實我們在這邊有一個力跟壓力的部分 我們要說明一下 有的 力是什麼 力就是那個 你怎麼觀察 有力 肌肉用力 那你現在覺得有肌肉有用力 沒有,但是怎麼會用 你覺得肌肉沒有用力 你覺得我現在肌肉沒有用力 但是還是有作用 但你有還是沒有 只是有 有啦 手舉起來就需要力啊 肌肉 肌肉在哪裡 像我如果肌肉沒用力 我覺得你的人就垮掉了 我的人就垮掉了 我只要站著我都需要肌肉來用力 但是我不看這個 因為它是看不清楚的 我們在觀察世界上有沒有力的作用 怎麼去觀察 力的作用 那它有沒有變形嗎 力性你來講力的種類 力性你第一次 好,剛剛軒尼講那個很重要 有沒有變形,對不對 好,那個字語 衛移 有沒有變形 然後衛移 等衛移其實不代表 它有受到力 好,沒有沒有 但是我們在觀察 我們先觀察一個東西 什麼受的力會怎麼樣 我們現在在講這個事情 我現在沒有說逆推 受的力有可能衛移 受的力有可能變形 這都合理吧 我們只講有可能 比如說有變形就一定有受力 有胃移就一定有受力 還沒有還沒膩 可以嗎 我們先講推這邊 有受力會有變形 有受力會有胃移 形態的改變 形態改變 比如說幾個例子 什麼叫形態改變 三態 五齒三態 受的力 五齒三態改變 怎麼解釋 大氣壓力 大氣壓力 OK 形態改變 好,可以 沒有錯 你們聽朋友的解釋 如果你們覺得聽不懂 然後不能 像他剛剛講形態改變 我就不知道什麼叫形態改變 他解釋說三態的改變 那三態改變跟力 那你要想說 我過去的經歷有沒有那種經驗 三態改變之後 那個東西會 因為受力之後三態改變 趙忠儀有在聽到 我這樣想什麼 什麼意思 就是他做到力量 然後他的形態就有變形 你有這個經驗嗎 因為有這個經驗 捏水球 然後怎麼樣 水球爆開 水球爆開的時候 從什麼態變 怎麼看 他說我出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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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然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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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的是有可能因為受力引發有化學反應 這倒可以嗎? 也可以啦 化學反應 因為受力引發有化學反應 所以我們他有化學反應 他可能有受力 OK 高中 你有這句話 他說什麼? 他說因為受力可以把他化學反應 或是因為受力 譬如說? 譬如說像打橡球 我把他拿起來然後折下去 這是化學反應嗎? 這是運動反應 我們現在沒有考慮運動反應 運動反應就是在運動光盤的改變 這邊的化學反應只是化學反應 化學反應什麼叫化學反應? 就是把S5化學反應 什麼叫化學反應? 誰可以解釋化學反應? 我要學反應就是化學反應 爆炸是化學反應的一種 但是這樣我們覺得沒有辦法 原子的結構被打亂 對 原子的結構 原來的原子結構被打亂了 組成另外一個穩定的結構 這整個過程就要化學反應 就從原來的分子結構變成新的分子結構 從原來的物質變成新的物質 就要化學反應 還有一個新的例 譬如說核能 核能怎麼樣? 就是被終止撞止之後 我們現在講的是力 沒有 我說還有一種 受力的現象 所以核能受力 因為它被終止這個力量撞增 所以它算是一種力 是算是一種力 所以它生什麼? 核 它生什麼? 核爆炸 它因為力產生了核能反應 因為受力就產生一些變化 它有什麼 你們講一些你看得到經常的經驗 不要講一些你沒有經驗的經驗 合成經驗是你沒有經驗的經驗 所以不要你講這些 我們希望的學習是按照你現在目前已經看過的生活經驗來回復比較快 你去講到一些很遠很遠 你沒有親眼看過的東西會沒有概念 你可能有想法 可是很多同學都沒有想法 所以從你生活周遭看得見的例子來舉會比較有想法 再來 來 俊宇 被打到會痛 被打到會痛 OK 時間沒有錯 你會痛 為什麼你會痛 為什麼你會痛 因為被壓迫到了 被壓迫到了是不是跟變形有關 因為你的身體變形了 好 現在會痛氣 但那隻變形 會痛氣很大於什麼 胃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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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於代表骨疾 骨折 骨疾 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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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ersen 我如果力量都大,我握著它,請問我們在施力 你的手不會被刺到 我們在施力 你看得到嗎? 請問他們有變形? 沒有 他們有問題? 沒有 他們的形態改變? 沒有 他們的運動動態改變? 有嗎? 沒有 他們沒有動的都靜止 我現在在施力,我用力在施力 他靜止,他運動動態改變? 沒有 他們可能化學白癮 他們可能化學白癮 他們痛 沒有 還沒有痛 但是我在施力啊 你手會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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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你看這罐子 這罐子本身有沒有什麼改變? 沒有 因為我現在意思說 我們要觀察的東西受力 要觀察它的改變 你要觀察它的改變才知道它的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譬如過去 一巴掌,你會哭 那我們覺得說 你可能沒看到你被打 可是我從你看到你才哭 我一看,你是不是怎麼了? 對 對 我正往你的白癮去往前摔 對不對? 所以好,我現在很用力的去握它 請問它有什麼改變? 它有什麼改變? 它有什麼改變? 它會覺得你是 它會有主力吧? 主力什麼主力? 主力在哪裡? 如果 如果你手濕的力過大 那它就會變形 OK 非常好 我如果手濕的力過大它就會變形 事實上它還在變形 只是變形量太小 小幫你觀察不出來 但是我如果再用力一點 或是再脆弱一點 我用力壓它就爆開嘛 所以受力的心情 正常就是破壞 我看一個東西被破壞了 我們可以知道他已經有受力了 是不是這樣子 好,回骨頭來講 陳佑剛剛講說打它會痛 那痛的過程是什麼? 骨頭位移 一個是骨頭位移啊 它有可能你的肌肉斷掉啊 對喔 你裡面的肌肉被打斷了 打了兩個 打了三個 還是斷掉嘛 沒錯 運動的時候為什麼會有發炎的現象? 因為 吃力過大 吃力過大就發炎 然後 那個 因為 乳酸堆積 乳酸堆積 我講是乳酸堆積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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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就會摩擦 摩擦就會生熱 然後就會發炎 所以 運泡熱就早會發炎 是嗎? 真的嗎? 發炎 那是他 發炎比較深 特別深 那發炎是怎麼樣 發炎其實 因為我在運動的時候 失力過猛 我的肌肉有斷裂 我的韌帶有受傷 受傷就是斷裂 斷裂就是受傷 那一個人 譬如我今天是運動的選手 為什麼 主力投手 先把他投手 要投一休式 一休式 為他休式 為他休式 為他投一休式 不然 不是 這是個很好的小副情形 為他投一休式 因為他要休息 因為他要休息 他要休息 他要休息 他要讓他肌肉休息 休息 休息就好了嗎? 肌肉從年起 要長回來 從年起 因為我的肌肉斷掉了 肌肉斷掉 我們人都有修復能力 我手不小心被割傷了 又慢慢癒合 又慢慢癒合 所以要我受傷的時候 我就會有發炎的現象 發炎現在是他裡面受傷 所以必須休息 讓他復原回來 所以我常常跑步 疼我肌肉很長線 可是我段時間沒有跑 我突然去跑步 我除了五根根基的酸之外 我有時候會去碰 碰是他肌肉拉傷的 肌肉拉傷就拉 但是肌肉有部分斷裂 你需要時間去修復 讓他回來 OK 好 肌肉會拉傷 因為筋的關係 還是什麼 什麼筋的關係 筋啊 就是筋不夠軟 還是 你這樣解釋也可以啊 是讓肌肉跟筋 好像是不同的東西 好像以前看 好像美國講說 這個筋指令到常常 是由肌肉 有可能啊 因為我們 事實上 我們的 我們講 這個筋比較硬勁 這是屬於我們個體 所以 這是我們身體本身的訓練 我如果經常訓練的話 可能我的肌肉會 韌性會好一點 強力會好一點 我就不會有斷裂 等於說這個筋 強一點 也是 所以 拉筋有時候 是讓我們在訓我們的肌肉 被拉 有韌性會強一點 韌性會好一點 會把它斷掉 蛤 拉到斷掉應該不至於啦 拉到斷掉應該不至於啦 但是 也是有 我以前喔 我第一次學打 打那個保球 然後呢 那時候我們的網球教練說啊 熱症很重要 因為你身體上有習慣 那個運動 不在運動 會很不錯 他說他舉個例 他有個朋友 打球 就是球開始拿了 開始了 但味道真的要去上去 你就開始打 然後呢 然後就骨頭位移 不是骨頭位移 不是骨頭位移 還是這樣子 看他球來了 歐 歐 不是打到球 或是他這邊肌肉斷掉 蛤 這邊的肌腱斷掉 歐 這邊就肌腱斷掉 所以應該沒有熱身 他身體還沒有熱開 他肌肉很硬 所以突然被拉一下 就整個就斷開了 斷開嗎 後來有沒有好 不知道 他那是我們教練的朋友 我知道 沒有去問 叫我 叫我 讓我們來看一下 這位我們先不討論這個 這個開始講了 也不討論這個 我們先討論運動狀態 事實上在這邊 我們在課堂上 只先討論運動狀態而已 形態也不講 那事實上運動狀態跟胃乙是有關的 胃乙 什麼叫胃乙 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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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頭本來是這樣子 脫臭 不小心變 這樣子 這叫做相對位置改變 這可以當是胃乙的一種 這可以當是胃乙的一種 這可以當變形 胃乙的一種 脫臭 這會變成一種 這個球 一個球變成一個這樣的球 它的形狀改變了 就這個質點來講 這個質點來講 位置改變了 但是它的形狀不變形 好 平常什麼時候你會用力啊 吃東西 拿中衛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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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衛用力 走路 走路會用力 睡覺好累 好累就不要睡啊 十十克都會用力 吃什麼 十十克都會用力 十十克都會用力 那是我們人 像這邊有兩個人不用力 哈哈哈哈 你有用力嗎 能夠躺著不坐著 能夠坐著不散著 躺著那麼開心啊 好透耶 那下座場上就可以嗎 哈哈哈哈 沒見的 就讓你暴兵黑吧 現在有點重 好痛 真的好痛 那那 躺著有在用力 然後 什麼是力啊 哈哈哈哈 欸有攝影機喔 希望不會就感覺到 大家都不用 都וה它 不是 躺著躺著 躺著躺著 躺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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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Quando 有一個階段 有用力的時候就代表你 以前我們在軍動車有個衣冠 因為鄰居運動有一個衣冠 我們就有秘務所有的衣冠 他的衣冠很胖 100多公斤 然後他 他因為很胖所以他的心臟 他的心臟負荷很重 所以他不能接運動 他接運動的話心臟受不了 所以他大概從 從這邊走到那個 那個水跟子漿平台邊的話 大概要走一個小時 蛤 他走不快 他大概走五步要休息一下 就這樣走 這個有那麼誇張 他跟我們一樣習慣 他可能平常沒有運動習慣 他不曉得越吃越胖 他就會心臟負荷就有重 因為沒有運動 你就跟他講 你平常要運動習慣 你的肌肉才有習慣那個重量 他那種痕跡怎麼可以啊 你還要慢慢來 他是 他是因為進到一個不可立反應去了 但是還是可以回來 他如果還是願意多走一點點 因為 換來如果我變胖我懶得走 我就越不想走 變胖我懶得走就越不想走 越不想走就變得越胖 越胖就越不想走 那就越糟糕了 你一定要靠你的意志力把它反回來 我要可以多走一點 那我可以變瘦一點 掃齊一點 再運動一點 再掃齊一點 慢慢變瘦啊 你才會變舒服 你才為什麼那個相互變瘦 一個很明顯的 但是相互變瘦 因為他癢就是 他癢脂肪是因為他怕被打的時候 直接受傷到內臟 脹氣 所以他不要癢胖一點 去做著保護 你被他推打的時候 就會受傷 但是人家相互變瘦是很劇烈的運動 是很劇烈的運動 他每天訓練量很大 那他不會養瘦 不會不會 他故意養那些肥肉 沒有 但是他的肌肉負荷起來 所以他養肥肉 相互變瘦 但如果我講那個 我講這個一關是 他沒有訓練他的肌肉 所以他肌肉沒有力量 他肌肉沒有力量 因為身體那麼重 他走不動 相互變瘦是肌肉很多 肌肉外面包在一層很厚的脂肪 所以不一樣 因為相互變瘦每天都有運動 運動量很大 所以相互變瘦如果沒有脂肪 那他也要很健康 他要很健康 只是他又有那個肥肉 來讓自己感覺重量很 是要保護自己 因為相互變瘦力量很大 相互變瘦力量很大 是可以讓你直接受傷 所以他要保護 他要好像穿一個人肉台甲一樣 他穿一個人肉台甲 比較不會那麼痛 比較不會容易受傷 痛很難痛 比較容易受傷 然後我講 講故事那個 尤其衣冠後來沒上班 你就不知道為什麼沒上班 壞了 壞了 對 他怎麼死了 沒走 他也是 他的氣管壓不好 有人是這樣講 因為他死的時候 身體這個姿勢是撤碎 所以他不能撤碎 因為撤碎的壓不好性這樣 尤其在左邊嘛 他應該不敢撤碎 他應該是要按鬧中 按鬧中 按鬧中他就 就繼續睡 然後就壓著 壓到心臟不動 那就死掉 太好了 心臟不動 不會有感覺 去睡著 所以按鬧中 他一定有清醒一天一天嘛 對 就是那個一下下 然後你開始慢慢缺氧 慢慢缺氧 是讓人是暈過去 你腦袋去 血液運送量不足的時候 慢慢就暈過去 所以他的死亡是不痛的 不知道 可是心臟麻痺不太痛 那心臟麻痺不一樣 那心臟麻痺不一樣 因為麻痺是你心臟抽搐 它是整個不然就停住了 心臟抽搐 那休息 我會有一個一百多公司的 那我都打一下 就是你要去看運動 運動是比較直接 為什麼我們一直都來強調說 運動很重要 來到清水台子 我們希望靈魂要動 因為你們都運動的話 你們的身體這種方法比較好 比較健康 你如果不運動的話 真的是 就是慢慢的整個機能會降低很多 像我前陣子我是右肩膀受傷 右肩膀受傷之後 我就那一段時間比較少運動 比較少運動 連帶了身體的整個機能下降 那一天有一次我們在其中活動 我那個晚上要去關鐵門 我關鐵門去關的時候 地上下雨 把地上滑了一下 我手去撐那個門 就變左邊野獸打你 那你來看 王健美也是一樣啊 王健美不是 他不是跑步 他因為他是兩一隊的投手 教練訓練的時候 都著重在上半身肌肉訓練 所以他上半身肌肉很強 可是他腳盤 腳下腹 就是那個大腿啊 小腿的肌肉變得很弱 所以他不是一個跑人的時候 去踩歪了 就腳盤就裂了 腳盤裂了受傷之後 他就去復健嘛 因為就不能動啊 不能做什麼這些你知道 就連帶了他身體性能就降低了 所以當他復出之後 反正可以頭一頭肩膀受傷 為什麼肩膀受傷 因為他沒有一個訓練手 因為一段時間沒有訓練手了嘛 所以那個訓練是要持續累積 如果人家做訓練用的話 我跟你說 他跑步跑一會腳盤就不好 因為他踩歪了 腳盤欸 對對對 因為他基本上頭手是不做跑步訓練的 不是啊 可是就算我們這種平常人 就算沒有練習 那腳會扭到 還是腳盤也會這樣直接爆掉 那他可能比較特殊吧 那個狀況比較特殊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我們講說那個萬一 他就是有萬中選一嘛 不小心就是萬一遇到已經百分之百了 他就是遇到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平常無時不測都在用力 但是看觀察這個物體 他現在有受力 沒有 有 受什麼壓力 受什麼壓力 大氣壓力 大氣壓力 引力 什麼是大氣壓力啊 大氣壓力都是有氣的壓 有氣的壓力 我肚子裡面有沒有大氣壓力 有 我肚子裡面有沒有大氣壓力 因為你只要 肚子裡面的壓力和外面的壓力有不一樣 他就會有壓力 OK 事實上我們的壓力是平衡的 我肚子裡面如果沒有壓力的話 我身體裡面有扁 所以氣球是怎麼扁的 因為沒有壓力 因為裡面沒有壓力 所以氣體沒有壓力 所以我們把氣球推開 卡綁起來 那氣球裡面沒壓力 有 然後它裡面有大氣往外撐 所以它是衛生性形狀 像我們不是有想過嗎 以前如果說你釣到深海的魚 把深海的魚釣上來 拉上來 它會爆漿 魚會怎麼樣 基本上 到爆漿應該不會啊 但是眼睛會突出來 你眼睛會突出來 為什麼 因為當那時候 底面壓力比外面壓力大 你眼睛會突出來 只是突出來按回去就好啊 好久了啊 它的樣子會很奇怪啊 OK 你這個問題非常好 對 一般來說 眼睛我們人啊 它是眼睛會斜進嗎 掉出來 摔回去 是OK的 但是沒有錯的 真的沒有錯的 按回去 但基本上從深海把魚釣上來 那種魚應該就差不多死掉了 對 像這叫潛水膚病啊 潛水膚病就是你突然壓力沒有剪低的很好 突然從很深的海裡面被拉上來的時候 你身體的血液會沸騰 那會變很大 就是從海中 從高壓到低壓 水分是不是會蒸到 我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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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欸你睡著了喔 還沒睡著 把它支撐力的身體 太棒棒了喔 我後面有把它支撐力的身體 支撐力的身體 一個手 然後再一個一個身體 這樣 就讓我們有一次 好 有一次 我們從低壓到高壓 那個體肌膨脹 會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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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箱 軟箱前那種 不會軟箱 不會軟箱 軟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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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问一半的 那你月球算不算 你根本不知道我问你什么 我问月球算不算卫星 这里就算了 你要把问题问完 不然突然在磁力算不算 猜猜猜猜猜猜猜 这你要猜 你有废调 有废调 因为问题的前半段 看答案 有废调 没有写错 没有写错 我们找到道理查好了 比一下乖乖的 所以基本上 我们看得到的东西都有在受力 有这个地方就是低吸引力 低吸引力 什么是低吸引力 低吸引力就是阻止我们 飞起来的东西 没有低吸引力也不会飞起来 顶多就飘起来 没有 如果后面有转跟什么 质力吧 一个气球 如果打了轻气之后 它会飞起来 有 只是轻气比较轻 只是轻气更轻 轻就飘起来 只是那个飘起来 现在不是真的够轻吧 它会飘起来 不会 它太重了 你的轻跟重怎么分别 因为它比轻气还重 说错了吗 它是比轻气还重 对 轻跟重怎么分别 其实轻气 轻气的气球会飞起来 是因为轻气它的密度比空气还要轻 所以它怎么样 飞起来 它是飞起来 它在飘起来 飘在空气的上面 那叫做什么 那叫做飘 一般来讲中午这样用 一艘船飘在水面上 浮在水面上 那叫浮起来 有差哦 有有有差哦 有有差哦 那叫浮起来 因为它是被 被空气 被别人比较重的空气 把它压 然后那轻的空气 密度比较小的空气 可以不起来 没有 倒也没用手包掉 臭氧子 不用到臭氧子就包掉了 臭氧子很高耶 臭氧子很高耶 只要到压力 它只要到 那个皮撑不住的时候 就爆开了 所以臭氧子最轻哦 臭氧塵也不輕,臭氧塵也很重 臭氧塵是在某個高度上比較容易形成臭氧塵 因為那邊的毒射線的關係,不要讓氧氣跟氧氣之間融合成臭氧 臭氧塵不是被拖壞掉嗎? 不是完全被拖壞,目前來講會被拖壞 如果我們有多的果粒湯花褲,果粒湯花褲會拖壞掉 什麼叫接觸力? 接觸力跟非接觸力 接觸力跟非接觸力 接觸力就是這樣可以拖壞 我讓它飄起來 讓錢包飄起來 我一定要把東西拿起來 一定要不要裝火箭桶 我一定要用手把它拿起來 這時候你用手去對它施力 這叫做接觸力 你沒有手,它沒辦法感受到你的力 這個力直接碰到,就要接觸力 要碰不到,就要碰不到 沒有碰到,就要碰到,就要碰到 好,那什麼力可以不用碰到 就可以有所有 力心力 還有咧? 鳥在飛的力 鳥在飛的力 什麼力? 我沒有運動啊,它就飛起來了 但是它飛起來實際上是因為它對空氣施力 空氣給它施力的反應 所以空氣把它支撐起來 它明明都沒有支撐了 所以鳥在外在空會不會飛? 不會啊 我身體也不會 它一直飛,一直飛 它是維持越南的運動狀態 它是維持越南的運動狀態 對了,如果我丟這顆石頭 應該要撐那顆石頭是在飛台 結果它在做拋物線 它是拋物線 它沒有在飛,但是我們就說 它是一個飛球 因為我們腦袋裡面對解釋上 FLY 飛這個東西講的一個 在空中,快速運動,運動,飛 有個流星 快回去了 有幽浮 所以,什麼是飛接觸力?還有什麼別的? 飛接觸力 飛接觸力 飛接觸力,磁力 磁力,剛講過了 他還講過 他打到手 他打到手 打動的就是接觸力 你知道了 你是不是沒有動到的 可是你也是球碰到他 天啊,那邊球碰到他 但是他已經球碰到他,他才動 他才有動力 所以他也在接觸力 學習力也是一個非變速度 謝謝 不用,就考慮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考慮 變形、位移、運動動態改變的真心 腕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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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電力 正負電會相吸吧 記不記得 磁力是磁場相吸 磁場會有吸引力 電力就是正負電起 會有排斥力相吸 因為你看 我們講過建築起電信 記不記得 這邊是個鐵 摩擦起電網之後帶正電 我靠近這邊的時候 現在這個鐵裡面 我就帶正電 這鐵裡面的負電會跑去哪裡 鐵裡面的負電會靠近它 會靠過來 所以負電是被移動的 被移動就有位移 有位移動的受力 有 受什麼力 有受 有受 位移力 受電力嘛 電力吸引它 電把吸引過來 所以它被吸引了 電力被吸引過來 結果它就有吸引力 所以什麼的電力 沒有 這裡正在運用它的想像力 電力不是會產生磁力嗎 我先不講電力產生磁力 只講電力本身而已 OK 你說 你們有沒有看過 驗電瓶的介紹 驗電瓶 驗電瓶 或者你們有沒有看過 有些同學 被風吹到靜電太強的時候 等著頭髮塑起來 對 頭髮塑起來 或是頭髮塑起來 頭髮塑起來 等著頭髮塑起來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太神奇了 我以前小時候玩過 拿那個 紙這樣磨它 拿到尺磨它磨它 把頭髮塑起來 把頭髮塑起來 有沒有試過 有沒有試過 不敢給頭髮塑 那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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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在什麼 電漿跟你的手做反應 我講的是 電漿 我講的是 好 我們拿一個 水瓶尺 磨擦磨擦完 把頭髮塑起來 記不記得 玩過沒有 對 磨擦磨擦完 氣球 玩一下 氣球 把氣球黏在玻璃上 你試過 不是啊 那都是靜電力 那都是靜電力 因為 你磨擦磨擦完 這表面會帶靜電 這表面帶靜電 它接觸了 絕驗體的動機 它會讓表面產生電 電的消息 就要磨擦 就磨擦 就磨擦 所以我們如果可以產生大家的靜電 太小了吧 太小了 不是要塑膠的尺 一般是用塑膠的尺 要塑膠的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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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噢 不要磨擦 但是你可能要用在 你的衣服也是那個 你的衣服是 排暗衣 排暗衣 排暗衣是塑膠 塑膠是塑膠 它沒辦法 有啊 你要皮毛 或者是別的 你用不同材質 不同材質 不然這樣好 我用 好 你用你的褲子就可以了 尾謝 好久了 夾在膝蓋 不是夾在膝蓋 夾在膝蓋 夾在膝蓋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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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這東西 這個屋子放在台上 在屋頂方向盤上,往哪邊移動? 往哪邊移動? 同學! 往這邊移動? 往哪邊移動? 往東邊移動? 往那邊移動? 往東邊移動? 往北 往北邊移動,往北邊移動? 往北邊移動,往東邊移動 那我如果就這邊要是另一個例呢? 往東北邊 要看哪邊是東北邊 要看哪邊是東北邊 往北邊 往北邊嗎? 東北邊靠北邊 如果是一比二呢? 東北邊靠北邊 北北東 東北邊靠北邊 有什麼差別? 東北邊比較準確嗎? 小舌是不是? 這是二分之一嗎? 二比啦 三分之一比三十二 應該就是東北邊靠北邊的 中央出場 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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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冬北 这名字今天很难 今天是东北东 这边是什么 北东北北 叫东北北 东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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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看到它 两个东就偏东 两个北就偏北 东东北北 这边几度 这边几度 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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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五 七十五 七十二点五 五十五 八十五 你们认为它应该怎么样 九十除以四 再取三分之三 九十除以四 再取四分之三 九十除以四 再取四分之三 四十五 九十除以四 再取四分之三 四十五 四十五 对 九十除以四 再取四分之三 不对 對,除以4再取,再取3就出3分 對,9才取4分是3分 9才取4分是3分 多多多 對,這邊幾度嗎? 算一下囉,270 4分是4分 這邊的同學,想一下,想一下 4分是270 4分是27 4分是27 270 4分是270,算多少? 5分是黑衣較 5分是4分 67.5 6分是1,最等9分 67.5度 1分 最後化 sea 對嗎? 對嗎? 為什麼是對? 我不知道 為什麼是對?你要告訴我為什麼啊? 因為他的例子是1比2 1比2就是1比2 我們來看一下1比2什麼 1比2 是多少? 他只是比較高一點 你們是跟誰學高谷弦定理的? 他上... 你叫什麼? 2比2比3比3 2比2比3比3 是跟號5嗎? 是跟號5嗎? 是跟號5 不知道 我沒學過啊 跟號3 跟號3 是跟號3 跟號3 沒聽懂 1加2乘2 2比2 4加1加5 4加5 4 你要求什麼? 求前邊長啊 沒有 求前邊長啊 兩邊是2的話 哪邊是2 哪邊是2 不夠啦 這不用不夠吧 就是跟號5啊 就是2乘2的意思 跟號2啊 記得嗎? 不記得 不記得 2 1多少 沒學過這個啊 1啊2 為什麼是跟號3 不是跟號2.5 不是跟號3 1萬跟號3 跟號3等於3 不是跟號2.5 不是 不是跟號3 跟號3等於3 3加1等於4 4 那他跟號2 欸你不要開玩笑 這個不會把攝影機拿開 我把論帶 我把論帶給上中看喔 好 好 下個 真的很棒 我們是2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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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